有不肖业者企图走私大批未睡香烟牟利 暗巡第一总队在凌晨就发现 有渔船是利用码头的地下水道设置输送带 来运送丝烟摸黑上岸 而暗巡也缤分两度 就查获到了市价700多万的香烟 利用码头下水道不肖业者用渔船载货 企图发射丝烟牟取暴力 从他把它拆掉之后 螺丝是新的 所以可见他是拆掉之后再把它装回去 来躲避我们的这些训察 掌握线报 暗巡第一总队出动橡皮艇来监控 再利用陆路指导仓库 海陆夹击将步伐成员通通逮捕 下水道它是里面安装输送带 包含出口的置冰工厂的这个仓库旁 包含有一个矮枪 可以遮掩到这个搬运人员的一些行动 不只矮枪 在这置冰厂的仓库出口的地方 还加了铁盖 嫌犯用照做掩护 最后还是全部被暗巡人员识破了